停車場地上到處斑斑血跡 男子促進大發 進持刀追砍妻子 事情發生在新竹市 一名男子因為懷疑妻子外遇 一號凌晨 顯示埋伏在妻子工作地點 接到他與男同事一起下班 氣急敗壞持水果刀就衝了上去 懷砍妻子長達五分鐘之久 口中還不斷咒罵 造成妻子臉部 頭皮 左手都被砍傷 就怕再被丈夫傷害 妻子提起殺人未遂告訴 兩人在餐廳外面發生爭執 那爭執途中 他先生拿出預藏的一把小水果刀 划傷了他太太的臉部 我們很迅速的趕到現場 將他先生壓制之後 帶回偵辦 根據了解砍傷妻子的無姓男子 在保全公司上班 兩個人十二年前結婚 育有一女相差十六歲 為了佳祭 妻子也隨後到餐廳工作 去年十二月雙方起口角 妻子夫妻離家 男子才開始懷疑是不是有外遇 工作比較不愈 十刀追砍妻子五分鐘 還好沒有致命傷 男子也被一殺人 未遂罪嫌送半 記者黃志昌 成為軍刑主報導